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神 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 亲近神来敬拜神 不论你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看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都要奉主的名祝福你 神与你同在 也如同你好像在神的面前敬拜他 来读他的话 领受他的恩典 我愿神祝福你 使你得胜 在你一天里蒙神的恩惠 奉主的名祝福 Amen 生命纪 32章15到36节 但耶稣伦渐渐肥胖 粗壮 光润 梯跳 奔跑 便离弃造他的神 轻看救他的磐石 敬拜别神 触动神的愤恨 行可憎恶的事 惹了他的怒气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 乃是素不认识的神 是近来新兴的 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 忘记缠你的神 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 就厌恶他们说 我要向他们掩面 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 心中无诚实的儿女 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 以虚无的神 惹了我的怒气 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地 触动他们的愤恨 以愚昧的国民 惹了他们的怒气 因为在我怒中 有火烧起 直烧到极深的阴间 把地和地的出产 劲都焚烧 山的根基也烧着了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 把我的剑向他们射进 他们必因饥饿消瘦 被炎热苦毒吞灭 我要打发野兽 用牙齿咬他们 并土中复行地 用毒气害他们 外头有刀剑 内饰有惊恐 使人丧亡 使少男童女 吃奶的 白发的劲都灭绝 我说 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 使他们的名号 从人间除灭 唯恐仇敌惹动我 只怕敌人错看说 使我们守的能力 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 心中没有聪明 唯愿他们有智慧 能明白这事 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 卖了他们 若不是耶和华 教出他们 一人也能追赶他们千人 二人也能使万人逃跑呢 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 俄摩拉田园所生的 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 全化都是苦的 他们的酒是大石的毒气 是毁舌残害的恶毒 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 封锁在我府库中吗 他们失脚的时候 深渊报应在我 因他们遭灾的日子尽了 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 必速速来到 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都没有剩下 就必为他们深渊 为他的仆人后悔 很感谢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做一切奇妙的事情 我们在从三十二章 继续来开始的时候 昨天就已经有读到 这是摩西的歌 那么今天是这摩西歌的下一个部分 从第十五节开始 他就提醒 他不只是在整个 以色列人在念诵这个时候 提醒神曾经所做的恩惠 那么神也提醒他们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但耶稣伦渐渐肥胖 粗壮光嫩梯跳奔跑 便离弃造他的神 轻看救他的磐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神的面前要来祝福你 这耶稣伦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耶稣伦所代表的 当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 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好像他的意思是说 我所爱 以至于成义人的以色列 也就是说我所爱的以色列 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声音 但是因为以色列的背叛 这个温柔的声音就变成了一个讽刺 就是说我这么爱你 我是这么样爱你的以色列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会渐渐的肥胖 你因为渐渐的肥胖 你慢慢的越来越得恩惠了 你富足了 他说什么 他说你便离弃造他的神 你便轻看救他的磐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 以色列人所做的就是离弃 以色列人所做的就是轻看 有多少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 其实你是一个得恩典的人 但是你却在得恩典的过程当中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心想要更多 或者你的生命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声音 以至于你忘记了 以至于你不再纪念神对你的帮助 他说到后面提到什么 甚至他们敬拜别神 然后祭祀鬼魔 然后轻忽生他的磐石 忘记惨你的神 他谈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以色列人生命当中的失败 是因为与神远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仔细读这整个段落 你就会了解到 他们生命中真正的问题 不是他有意想要犯什么罪 而是他们的生命当中 离开了那位造他的神 当他离开了那位神 他没有以神为他们生命中的中心 没有让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来掌权 就没有办法继续在神的里面 来继续的跟随神 后面就说到 神就说了21节 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 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 他说什么呢 神说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 触动他们的愤恨 与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第10章第9节 第10章第19节怎么说呢 10章第19节这样说 他说到这段经文 他引用的时候 他说到我在说 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 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 触动你们的怒气 神用这样的话 在提醒以色列人 神用这样的话来让以色列人知道 我要救赎外邦人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你们要知道 但是目的是为了审判和惩罚吗 不止如此 是要带领犹太人 有一天要归回到神的面前 另外一段经文也是跟这有关的 就在罗马书的11章11节 我且说 他们施脚是要他们跌倒吗 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神的作为 似乎是审判 对 神的的确确在他们生命中 要施行审判 但神真正的审判的目的 是为了使我们 归回到神的面前 我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明白神的爱 来思想神的作为 Amen 很感谢主 那么我们看到 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审判和帮助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 真正的归回 那么我们也在神的面前看见 神真正要做的事情 是要让以色列百姓 能够有智慧 能够明白 如同29节所说的 我愿他们有智慧 能明白这事 能够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要我们在读到这些话 并且来念诵这些歌的时候 要能够知道 能够思念我们的结局 很多的人 他们的生命里面 不会思念他们的结局 就在自己的路上 硬着心 然后背逆神 走自己人生的道路 他们没有办法去思想自己的结局 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所以第29节 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第30节又说到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 也就是说 这些仇敌 从31节可以看得到 仇敌自己心里很明白 如果不是神自己 把他们交出来 如果不是神自己 在惩罚他们的百姓 那么怎么可能 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 两个人可以死万人逃跑呢 也就是说 神知道他的惩罚 在管教自己的孩子 可是他不要仇敌 好像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的厉害 就如同26节27节一样 他也让他们知道 其实你们是没有办法 在耶和华的地土和 耶和华的手中得胜的 如果不是神自己来做 你们一点都做不来 神也很清楚的 在提醒以色列百姓 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 要思念 32节继续来看到 他说到 这些仇敌是邪恶的种类 因为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 然后他们所犯的罪 是什么样的罪 33节 是大蛇的毒气 是毁蛇残害的恶毒 也就是说 他们的罪是非常有致命性的 不是一点点 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而且他说到 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 封锁在我府库中吗 什么叫封锁在我府库中 也就是说 他们所犯的罪 全部都被我收藏起来 我要这样说 如果没有被赦免的罪 没有悔改的罪 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都封锁在神的府库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求神来祝福你 神真正的目的是要你知道 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去面对应该要面对的 要去处理 要去处理的 我们继续来看到 35 36 他们施脚的时候 伸冤报应在我 因他们招待的日子近了 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 必数数来到 耶和华见他百姓 毫无能力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都没有剩下 就必为他们伸冤 为他的仆人后悔 你会很清楚的看到 最终神还是会救 最终神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神最终还是要拯救 他的孩子们 从一切的软弱里面出来 所以他真正希望的是 孩子们啊 耶稣伦啊 你能够思想你的结局吗 耶稣伦啊 你能够思想你人生的道路吗 不要活在你自己的道路上面 要去思想你人生的道路 不要让你自己的路任意妄为 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每每看到 许许多多的人在神的面前 偏行几路 以至于走岔 心里就十分的难过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在劝勉和鼓励的时候 我想我们也引导 也帮助 让人们不只是知道惩罚 让人们知道最终的结局 我想当我们思想最终的结局 我们就快快的悔改 远离偏离的道路 奉主的名祝福你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我的感谢 我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的主 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富足的时候远离了你 如同你提醒耶稣 主你让我们不要在富足中远离了你 不要让我们因为富足就轻看了你 不要让我们因为顺利就背逆了你 你使我们从罪的里面出来 得着我们 你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我的名祝福